这个是真正好的一个方法 通病椒 我现在在联保玉泽做的研究 主要是在看在草地推化的不同阶段 牦牛和鼠兔和草地之间的相互关系 比如说黑土滩的形成 它真的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生态学的问题 它也是一个社会学 一个草地管理的问题 大家跟邻居有没有讨论过 是什么原因草场变得这么多黑土的呢 我去阿姨人家里找到阿姨人家 在阿姨人家里找到阿姨人家 阿姨人家里找到阿姨人家 在阿姨人家里找到阿姨人家 你妈的客人家里找到阿姨人家 你妈的客人家里找到阿姨人家 熟兔变多是什么原因呢 阿姨人家里找到阿姨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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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兔怎么来都不知道 可能是那个熟兔的那个福利 小鸟就还带过来的 雪橘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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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兔肯定是形成黑土滩最后的那个环节 但是熟兔为什么会使用这块草地 它不太喜欢高草 它看不见它的天敌 在我们的研究里面 草高于10厘米的时候 熟兔冻的密度就显著下降了 它往往是扩散到一个低草的环境下 但是这种低草的草地 是跟过多的牛和羊的采食有关的 以前这是一个游牧的方式 大家吃一段走掉 刚刚吃过的地方可以恢复起来 但是从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 开始放牧的方式变成了每家每物 为单位来放 户数越来越多了 但是草地还是80年代90年代分的那么大 2000年以后 老百姓开始逐渐地使用围栏 集中在一个地方吃 慢慢形成了这个小的黑土滩的斑块 其实是的 是在抢救 有可能雨 在有些地方来说已经有点晚了 你看对面的山上 在下两年的雨 那些土还在吗 土不在了的话 那些地方怎么恢复 没办法恢复的 青藏高原这样的地方 形成一厘米的土 可能会需要上百年 那这个地方可能就 就再也没有办法长出草来了 再也没有办法长出草来了 所以我们就要观察一下